好 下午我们接着来看三册第十课的第二段 我们看这个灾难是如何发生的 先看一下第二段的第一句话 它说 4 days after setting out while the Titanic was sailing across the icy waters of the North Atlantic a huge iceberg was suddenly spotted by a lookout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咱们先来看屏幕 好 前面先出现一个时间状 叫4 days after setting out 就是出发以后 动身以后的4天 这个在剧中当时间状狱 这个结构咱们以前讲过 一会儿复习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while引导 当然是个时间状狱从具 叫Dung Dung这个泰内尼克号正行驶在北大西洋 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 这个water性负数表示水域 或者海域 大面积的水 怎么样呢 一个巨大的冰山 突然间被一个瞭望员发现了 这是大致的语法成分的分析 后面这个白颜色的 当然是句子 整个是句子的主句 下面咱们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出发以后4天 set out在第一段中咱们讲过了 表示动身出发的意思 那么after在这 当借次来用 后面跟动名词没错 但之前之后不久 大家还记得吗 直接可以把这一段时间 放到before或after前面就好了 你比如说我们回顾一下 在第一课咱们讲过的 报警之后10分钟 一辆警车抵达了现场 报警之后10分钟怎么说的呢 回顾一下 10 minutes after calling 9-1-1 a police car arrived on the spot 报警之后10分钟 报警之后after calling 9-1-1 10分钟放到前面就好了 警车抵达现场到现场 on the spot咱们讲过 好 回到文众 他说当太的尼克号正行驶 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域上的时候 这个Icy叫冰冷的 它来自Ice 后面加个字母Y 往往表示像什么什么一样的 把它异去掉之后 加字母Y就好了 你像stone叫石头的 石头对吧 如果石头一般的 或者叫冷酷的叫stone 把后面的异去掉 加字母Y就好了对吧 你像钢铁叫Iron 钢铁般的Irony 后面加个Y就好了 Irony Will 钢铁般的意识 这冰冷的 Waters叫水域或者海域 在北大西洋冰冷的海域上 正在穿过海域行驶的时候 一个巨大的冰山 被瞭望员发现了 A Huge Iceberg 这个Huge 是避免跟第一段中 那个Great和Classel 避免重复 因为这一片分钟出现 巨型的大的太多了 你看在第一行 我们看在第一行 是不是出现 第一行开头出现Great 巨大的 第四行的开头 看第一段 第四行开头出现Classel 后面这个Huge 还是巨大的 这是T1 但是这个被动 在后面翻译得好 你一个后文中翻译成 突然间 联网员发现了一座冰山 这个中文中 一般咱们都喜欢用主动结构 除非你特别强的动作的成熟者 一般都用主动 而英语中经常可以用被动 在这被动 其实为了突出这个冰山 一个巨大的冰山 突然间被发现了 为了突出这个动作成熟者 他先说了巨大的冰山 而中文中呢 一般是用人称注意的 所以我们说廖网员 突然间发现了一座冰山 这个符合中文特征 但英语中是看的一个重要的 既然是动作成熟者重要 强调它 一个巨大的冰山 被廖网员发现了 廖网员呢 是陪衬 都不知道是是谁 名字都没出现 这个被动的用法 在我们本文中会大量出现 比方说咱看看 这个第十行中间 第十行中间说 After the alarm After the alarm had been given 在这个警报啊 被发出之后 这突出是警报 他没有说在某人发布警告之后 这个警 谁发布的警报并不重要 他没有说 同样我们看第十五行末尾 第十五行末尾说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契船的命令被发布了 这强调的是 这个命令本身 而不是谁发布的契船命令 所以一旦用事物做主意 后面用了被动 那么复习 在第一课也讲过类似用法 就是十四页的第十二行 十四页的第十二行 咱们曾经出现 Paul Prince was seen in a number of places And Pumafer was found clinging to bushes 这用了被动了 对吧 说美洲诗的这个找痕 在很多地方被发现了 并且美洲诗的皮毛被发现 沾到了灌木丛上 但中文中呢 看着中文习惯发现了主动 那么在很多地方 发现了美洲诗的找痕 并且呢 我们还发现灌木丛上 沾着美洲诗的皮毛 你看 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主动 更符合中文特征 但英语中呢 突出动作成熟者 这英语句子必须得有主语 所以呢 用被动语态 事物做主语 这是可以理解的 吐出去的重点 好 看下面一句 那马上亮眼说 前面有冰山啊 注意啊 After the alarm had been given The grid ship turned sharply to avoid a direct collision 在这个警报被发出来之后 这个巨轮 来了个急转弯 来避免一个正面的碰撞 这个After the alarm had been given 这里用了动词gib 这个gib不是给某人东西 而是表示 发出表现出 发出命令啊 什么发出警报啊 什么发出叹息啊 什么露出微笑啊 是这个意思 表示发出或者表现出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像本文中的 give an alarm 发出了警报 give an order 再发出了这个命令 give a cry 发出一声大声的叫喊 give a long sigh 发出一声叹息 一声长叹 可以这么说 还可以用 你看 the girl gave a charming smile 这个女孩子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这个都可以用 这个give这个词 你看后文中还会出现 你们先看一看 就在本课书中 15行最后到16行 15行最后到16行出现了一个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弃传的命令被发出来 还是用动词give 好 再回到剧中 后面就说 the great ship turned sharply to avoid direct collision 这个剧轮来了个急转弯 这个grade再次出现没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离第一个grade已经很远了 中间换了 classo换了huge 如果做了充分替换之后 再重复离得很远的地方的词 可以了 这个巨轮 turn表示拐弯 一般指车呀 船呀 或者飞机呀 各种交通工具 在拐弯或者转向 这时候有好几个动词可以 比如说用turn可以 用wear 用swerve 都可以表示车 船 或者飞机在拐弯 分别大声度一下 turn 第二个词上压 触下唇 发v 这个声音 在里面 weer weer 这个w是双唇碰撞 发v 这个声音 在里面 swerve 但最后口型停在上压 触下唇 swerve 最后它呢v 这个动作 在里面 swerve swerve 你听声音turn veer swerve 本来一声音就拐弯了 车船飞机在拐弯 我们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moments before crashing the jet was seen wearing sharply to the right 在坠机之前的刹那 这个jet jet就是喷气式飞机了 这个喷气式飞机怎么 被看到来了个急转弯 来这个转向了右边 weer 也经常可以跟本文中的副词sharply 来搭配 紧急的转弯 紧急转向了右侧 后来呢 这飞机还是坠毁了 这是表示急转弯 就是sharply 表示紧急的突然的 再比方说 the lorry swerved sharply to avoid the child 这个卡车 来了个急转弯 来避免创造这个孩子 躲开这个孩子 swerve也是拐弯 后面经常跟副词sharply搭配 可以背下来就急转弯 你看在39个还会出现 我们看一下在178页第9号 39个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78页的第9号 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 As we bombed over the dusty track We swerved to avoid large borders 当我们非常颠簸的 开过木曼灰尘的小路的时候 我们拐弯 拐来拐去 来躲避那些巨大的大圆石头 这个swerve 也是开车时 不同的 不停的在转向 躲避路上的大石头 swerve表示拐弯 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 专门指船或者飞机 改变方向 改变航向 这个一般不指汽车了 我们用change course 注意不要都change 它是发a加b 先读一遍 change a加n 在那边 change 这个course 是表示航线或航向 所以呢 车 指汽车不行了 就是轮船或飞机 改变了方向 可以用它 change course 比如说 the plane changed course to avoid the storm 这个飞机改变了方向 以躲避暴风雨 这个时候 飞机是轮船 都可以 咱们做一道 术后题 咱们来看一下 53页第二题 53页第二题 咱们看53页第二题 它说 what happened once the iceberg had been spotted 这个冰山被发现的时候 什么事发生了呢 咱们看 abcd 应该选哪一个 53页第二题 好 我们看只能选 c选项了吧 泰铃尼克号 迅速地改变了它的方向 迅速拐弯吗 这跟文章中是一样的 A选项是泰铃尼克号 在北大江冰冷的海域上 迷路了 get lost 迷路了 它没有迷路 不符合原文 第二个是呢 是有警报发出 说前面撞上了 前面还没有碰撞嘛 所以这个警报是警告 前面有冰山 避免撞上 不是警告前面已经撞上了 不符合原文 c正确 D说呢 这个泰铃尼克号 当冰山从水面下 陡峭地升起来的时候 这个它拐弯了 这冰山没有升起来 后面倒是有rise 但本文认识的rise表示 高耸处立 它并不是升起来 你后面跟S搭配 当什么什么时候 这个rose 就是rise 一般估计的词 变成动态的词了 这意思又变了 所以选c是正确的 同时我们看看地球题 再看看53页地球题 咱们看一个词 选什么 the great shape 什么 sharply to avoid a direct collision 这个巨轮 起转弯 避免正面碰撞 应该选哪个 当然选A 是正确 对吧 vear表示车 船 飞机 拐弯 这个change 就改变 这错了 应该就change course 改变什么呢 它没有宾语 这个错了 这个go back 就wind back 表示回来了 当然不通顺 corner表示 车在路口处转弯 车 在个路口处 不拐弯可以用它 船改变航向 用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选A选项 正确 这是这两个说护题 好 再回到文中 这个巨轮 来了个急转弯 来避免直接的碰撞 这个collision 表示碰撞 它的名字形是collision 动词是collide 也是表示碰撞 撞击 我们到了四侧 还会碰到这个词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collision collision 你听 它动词更像碰撞的声音了 在里面 collide collide 你听 光荡一声 创伤了 这是碰撞 我们看一看 在第154页的13号 又会出现 154页的13号 出现这个词的动词形式 During the rush hour one evening two cars collided and both drivers began to argue 在有天晚上的交通 高峰时段 叫rush hour 两个汽车 撞在一块 并且两位司机 开始争执起来了 这个碰撞动词叫collide 跟名字collision 可以同时记录 好 我们看下面第三句话 它说 The titanic turned just in time narrowly missing the immense wall of ice with roads over 100 feet eat out of water beside her 咱们先看语法成本的分析 看屏幕 The titanic turned just in time 多少钱呢 这第一行 可以看到 句子的主干结构 句子的主句 后面这个 这个谐题字 就是说narrowly 开始一直到 句末整个的谐题字 这是作为一个 结果状语来用 这个非位动词 中心词不是missing 非位动词当结果状语 这个碰撞动词的弯 转得刚好及时 结果是什么呢 勉强躲过了 这个巨大的冰墙 在这做一个暗语的修词 把这个冰山 比喻像一座墙一样 又坚固又高又厚的 这个样子 这个narrowly 就相当于前面 这个just 咱们圣词中讲了 都是刚刚 或者勉强 就差一点 就没怎么样 对吧 可以这么说 那勉强躲过了 这个巨大的冰墙 但narrowly 此时出现 这个事 确实发生了 确实躲过了 这个大冰墙有多高呢 which rose over 100 feet out of the water beside her 在它旁边呢 这个高出水面 大概有100英尺这么高 这个黄颜色的 当然是定义从具 来修饰这个冰墙 这个rose 再次就是rise 一番过的事 这不是上升的意思 上升表示动作 这是表示高损 或者矗力 高出水面 100多英尺 这么一个 这是语法成文的分析 那下面我们看看 里面的一些细节 咱们首先看这个 the titanic turn just in time just in time 就是刚刚好及时 in time是及时 on time是准时 刚刚好及时 就是没有一丝一毫 多余的时间 这个表达 可以用另外一个结构 就是这个 with no time to spare 没有一点多余的时间 这个里面用的是 with引导的一个 独立主格结构 with是独立主格 最前面那个戒词 中间加的逻辑主义 是no time 非为动词 to spare 没有任何时间 可以省下来 这个spare 在这边是省 这个节省的意思 省下来不用 你看咱们还记不记得 这个谚语 叫spare the rod and spoo you the child 省下了棒子 宠坏了孩子 这个spare 跟spoo you 是押韵的 这是头韵 或者手韵 两个单词 开头翻一样 rod是干子 棒子 就是这个杆子或棒子 我应该说 省下了这个棒子 结果呢 毁掉了 冲坏了这个孩子 这是省下来而不用的意思 那么这个 我们再看看这个 with no time to spare 看一些例句吧 下面这个例句就出现了 没有任何时间 可以被省下来 但注意with加名词 加to do 即便是被动 也用主动 来主动的形式 比如说 with so many dishes to wash I cannot go out with you 有这么多碟子要洗 我不能跟你出去 with so many dishes to wash 而没有用to be washed 如果前面有with 那么后面逻辑主语 在家动词不定式的被动的意思 但要主动表达被动的含义 这确实没有任何时间 可以被省下来 那么we boarded the train with no time to spare 这搭配我们讲语法讲清楚 其实用的时候 背下来就行了 我们上了火车 是什么呢 时间刚刚好 没有一丝一毫时间 可以省下来 前脚上车 后脚马上 火车就开了 晚一秒钟 就误了车了 这种感觉就 with no time to spare 那么看下句话怎么翻译 they got to the airport with second to spare 他们到达机场 只有几秒钟可以被省下来 就是到达机场 差一点恐怕就完了 那么到机场之后 还有几秒钟 飞机就要起飞了 就几乎就不及时了 差一点就没有赶上 是这么一个 with什么什么 to spare 固定搭配 可以这么来说 咱们看一看术后题 53页第10题 53页咱们看第10题 第10题说 the titanic turned 应该选哪一个 只好选C 对不对 with no time to spare 这个弯儿 拐得刚好及时 差一点就撞上了 没有一秒钟时间 没有一点时间 可以省下来 A选项 in next to no time 表示立即或者立刻 有的时候可以把next to去掉 就是in no time 这个搭配 立即或者立刻 但是不是立刻转弯呢 是强调刚好及时 所以不符合原文了 但A搭配是正确的 B呢 on a sudden impulse 由于一时的突然的冲动 这是固定搭配 impulse是冲动的意思 本分钟没有说 由于是冲动拐弯 这个第10题 nearly on time on time是准时 in time是及时 nearly on time是几乎准时 这个不同顺 只好选C想象正确 没有一点时间可以省下来 这弯拐的刚好及时 这个对了 好 咱们接着往后看 这个勉强的躲过了 刚好及时 勉强躲过了这个巨大的冰墙 这个narrowly 就是前面那个just 因为just刚刚出现过 所以这里做了一个替换 missing 在这时分词当结果状元来用 转弯转到刚好及时 结果是什么呢 勉强躲过了巨大的冰墙 是这么一个 这个narrowly missing 分词做结果状元 我们再带冰语 生活中可以尝试用一用 你比如说 这辆汽车即时转向 勉强躲过了这个孩子 勉强躲过了是结果状元 即时转向之后怎么样 narrowly missing就好了 咱们试试看 非常好说 the car turned just in time narrowly missing the child 这个车拐弯拐得刚好及时 勉强躲过了这个孩子 也是这么来说的对不对 再不用说 我躲避的吉时 勉强躲过了这块坠着的石头 差点扎脑袋上了 刚好这么一躲避 突然间的身体的这么一闪 这么一闪躲 可以用这个动词大声里面 dodge dodge 突然间一闪避 跟刚才它带进去呗 I dodged just in time narrowly missing the falling rock 勉强躲过了这个掉落的 Rock一般是大块的石头了 这是刚好怎么样 勉强如何如何 这个结构顺便可以记住 顺便可以记住 再回到文中 勉强躲过什么呢 the immense wall of ice 这个大家都知道 immense也是巨大的 明显为了跟前面的 great colossal 还有huge 避免重复 这巨大冰墙有多高呢 后面说了 with rose over 100 feet out of water beside her 在这个船的旁边 这个her还是船了 不是主格用she 并个人her吗 在它旁边的水平面 高出水面 大概有100英尺之多 这个rise 就是rose的原型形式 在这不是表示上升 上升是个动作 在这表示矗力 或者高耸的意思 一般都是特别高的东西 高山啊 什么大厦呀 高塔呀 指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例子 the immense building rose before our eyes 这个巨大的大楼 在我们面前矗立 这不能说这个巨大的大楼 从面前升起来了 那成 成科幻片了 大楼不是升起来的 而矗立 是静止的状态 是指矗立 或者高耸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马上就得复习一下 第七 在第十七课 马上就会讲到了 就是高达该怎么说 这是预期应该说 如果说高达多少 该怎么说呢 后面再加个 rise to a height of 这个结构就好了 这个到了未来十七课 咱们还会再次讲到 他说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在水平面的旁边 怎么样呢 在水平面之上 the tower这些塔 高达将近700英尺左右 rise to a height of 表示高达 a height of是一个高度吗 达到了这么一个高度 指高达 这因为这个结构 一般也是指非常高的东西 高达多少 顺便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好 咱们看下去 大家都以为躲过了一些了 不是勉强错过 没创伤 但冰山上面 只是冰山的一个角 在水下面 跟船创伤了 你看 suddenly there was a slight trembling sound from below and the captain went down to see what had happened 突然间 从下面传来了一个 轻微的 咚 震颤的声音 并且船长呢 就到底去看看 出什么事了 suddenly 表示突然间 突然那个刹那 突然间有好几个表达都行 比方说这几个 我们跟老师大声读一遍 suddenly 读快了之后 那个suddenly 老师讲过 鼻腔爆破 suddenly 变成suddenly suddenly 舌头不再爆破 不是suddenly 舌头没有动作 舌头停在沙安的上方 suddenly 舌头顶住沙安堂的上方 但鼻子出去 suddenly 我们快点读读看 suddenly 这么一个 再读后面那个连读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 sudden 连到一块 在里面 all of a sudden 再快点 后面suddenly 又变成suddenly 更快了 在里面 all of a sudden all of a sudden 好 还有这个也是表示 这个突然之间 大家注意 at once 单独使用相当于 immediately 立即立刻 但前面加过 all at once 要翻译成 突然而不是立刻了 我们大声再连面 all at once 注意连读 都说all at once 都连到一块 在里面 all at once all at once 突然之间如何如何 咱们也看看一些例子 本文中用的是 富士sutton lay 但我们看在 三十三颗里面 会出现第二个搭配 一百五十四页 十六到底十七行 一百五十六页 十六到底十七行 他说 Seeing a cak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a lorry driver who was drawing up alongside a car put up all of a sudden 看到一块蛋糕 从空中穿过 一个卡车司机 就正在 把车往前开 开到一条并排 alongside 别说有什么并排 就是正好超车 突然间 来了个急刹车 put up 叫做使车停下来 put up 比方说来就马 一拉马缰绳 让马停了 这是停车的意思 突然间 停车 就是来个急刹车 all of a sudden 是什么来用 那么all that once 后文中也会出现 在四十八课里面 就出现了 二百二十二页的 第二十三行 二百二十二页的 二百二十页 二百二十页的 第二十三行 四十八课里面 他说 all that once I noticed that my wife seem to be filled with alarm 突然之间 我注意到 我的老婆 似乎充满了 惊恐的情绪 满面惊恐 all that once 就突然间 而不是立刻 这个注意翻译 然后 there was a slight trembling sound from below 从下面传了 一个轻微的震颤的声音 有的是这个below 在这儿是个副词 那么from是个借词 那副词能做借词评语吗 可以的 副词和借词短语 都能做借词评语 这是个英语中的常识 记住 不见得借词评语 一定是名词 有的时候副词和借词 都可以做借词的评语 尤其是我们看到 from这个词 最灵活 咱看这个例子 there is a fine view from here here 是副词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视野 把整个城市一览无语 从这里 from here 可以这么说 再比如说 I heard them calling me from below 我听到 他们在下面叫我呢 from below 跟本文中一样 below 是副词 从下面再叫我 再比如说 我们看 they have just returned from abroad 他们刚刚从国外回来 从国外就 from abroad abroad 当然是复词了在这 对吧 可以 再比如说 I took my watch from under the pillow 我从枕头下面 拿起了 我的手表 took my watch from under the pillow from 后面跟着 是借词断语 做借词评 也是可以的 再比如说 he picked up the gun from behind the counter 他从柜台后 拿起了枪 从柜台后 from behind the counter behind the counter 是借词断语 做from 借词的评语 不光是from 这个借词 很多其他借词 也能够跟副词 或者借词断语 做的评语 咱们再看 其他的几个例子 I live near here 这个 near 在这当借词来用 here是负词 也是借词加负词 你看他没有用from 用别的借词也行 再比如说 we didn't meet until after the show 我们一直到演出结束 都一直没有见面 直到演出结束 才见面 这个意思 we didn't meet until after the show until 在这是借词来用 后面是借词断语 after the show 做借词语语 最后再看一个例子 the weather has been fine except in the north 天气 其实晴朗晴好的状态 除了在北部地区之外 except in the north 这是in the north 借词断语 做借词 except in the north 所以记住 借词断语 副词 或者副词断语 都可以做借词断语 那么轻微的震颤声 从下面传来 然后呢 the captain这个船长 到下面 去看看什么事发生了 这个went down 就go down 可不是沉船的意思 沉船这个go down 必须用船只做主意 人做主意 就走下去 你不下面传来声音吗 下去看一看 出什么事了 你看这个和第二课的 一句话结构特别类似 第二课说 牧师到了钟楼上 看看出什么事了 这是下到下面去 看出什么事了 第二课是go on 这个表示发生 这个也行 回顾下 跟本文中刚好是个对子 The vicar went up into the collect tower to see what was going on 牧师走到了钟楼之上 来看一看什么事在发生 这个用be going on 也是表示正在发生的事 这个也行 本文中是走下去 看看什么事发生了 从表达结果 从表达是类似的 好 咱们看下一句话 The noise has been so thin that no one thought that the ship had been damaged 先看语法成分的分析 这个噪音是如此是轻微 以至于这个that从句 一直到锯末 明显是跟前面的so 固定搭配 如此以至于吗 这是结果状狱从句 结果是什么呢 以至于没有人认为 这个船可能受到了损害 And then 这结果状狱从句 他们迁讨了一个宾语从句 so thought就是think的宾语了 没有人认为什么呢 这个船可能遭到了损坏 这是过去都过去 所以用过去完成时 这个是对的 那么如此之轻微 以至于没有人 这个认为船 这个遭到了损害 我们也经常可以用 to to这个结构来代替它 我不说如此怎么样 以至于没有人认为 我们是不是这个声音 实在是太轻微的 任何人都不会认为 这个船受到了损害 太而不 这不也行吗 太轻微了 任何人都不会认为 这个船受到损坏 咱们用to to 该怎么说 对任何人来说 是不是for anyone 对吧 咱们试试看 The noise had been too faint for anyone to think that the ship had been damaged 大家看这两句话 意思是类似的 再回顾第一个 The noise had been so faint in that no one thought that the ship had been damaged 或者the noise had been too faint for anyone to think the ship had been damaged 就是太微弱了 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一点 这个for anyone是引出了 后面动词不能是to do的 它的逻辑处语 好 看下一句 Below the captain realized to his harbor that the Titanic was sinking rapidly for five of her sixteen watertight compartments had already been flooded 这句话又是比较长 咱们先看一看 这个语法称呼的分析 Below the captain realized to his harbor that 前面这个below 是个副词在其中做状语 就是在下面 地点状语 这个船长发现 the captain realized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that 从具 所以realize 冰语 发现了什么 中间插入一个状语 叫to his harbor 是他大为惊恐的发现 我们知道了 以前多次说过 急用动词后 不要着急写 冰语 如果冰语长 状语短 咱们使得先写状语 后写冰语 在这就先写状语 to his harbor 使他令他很恐惧的事 恐惧的发现 惊恐的发现 然后再写这个冰语从具 因为状语短 冰语长 然后呢 为什么呢 for到巨末 这个写体字 在下号线的部分 明显是个原因 状语从具 因为什么 因为五个 16个密封舱里 有五个都已经被灌满水了 flood表示大水淹没某个地方 这个咱们上文中说过 16个个人舱里 有两个灌满水 依然能漂浮 但五个都灌满水了 撑不住了直线 在下降 迅速的下沉 好 咱们看最后一句话 看到数第二句话 我一个说 The order to abandon ship was given and hundreds of people 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这个气船的命令被发布了 咱们中文中可以用主动来翻译 叫船长发布了气船的命令 咱们本文中知道 是谁发出命令了 所以就不用说船长这个词了 用被动一方面突出 这个命令order放在去手嘛 它不就重点突出二来呢 句子简洁 就甭废话是谁说呢 用被动 把动作发出者就藏起来了 就是气船命令被发布之后 那 完之后呢 数以百斤的人plunged into the icy water Icy water还是冰冷的水了 这个plunge表示 猛的跳入 猛的坠落 或者猛的向前冲 这种突发性的这个动作 叫做我们大声度一下 plunge plunge 就噗通这么一下 猛的坠入 猛的掉落 或者是猛的往前冲 都可以用它 就to move, fall or be thrown suddenly forwards or downwards 就是移动坠落或者被甩了一下 突然间向前或者是向下 往前冲或者坠落掉落 都可以用这个词 再来没 plunge 就是我们看几个例子呗 her car swerved and plunged off the cliff 这个女人的车来了个拐弯 并且坠入了山崖之中 脱离了 从悬崖上掉下来了 这plunge突然的坠落掉落 再比如说我们看 在196页的21到23行又会出现 196页第21到23行 有这么句话 They plunged into the lake and after loading their gear on the inflatable rubber dinghy Let the current carry them to the other side 他们给这个扑通扑通跳进了湖中 猛的跳进去 peep跳进了湖中 这是突然间坠落或掉落 这个我们再看往突然间前冲也行 在新概念四册的41颗训练大象里面出现plunge 在未来的四颗 在第四颗里面会讲到 这个这么说 The captive elephant still robed to a tree plunges and screams every time a man approaches and for several days will probably refuse all food through anger and fear Captive就是被捕获的 被抓住的这头大象怎么样呢 依然被绑到树上 那么会突然间用力的猛的前冲啊 或大声的尖叫啊 每当一个人接近的时候 突然间往前冲 这个在停地上不可能坠落了 突然前冲这个动作也叫plunge 那么并且呢 在过几天之后呢 它可能拒绝所有的食物 因为什么呢 因为气氛还有恐惧 through可以表示因为的意思 blunt突然前冲 突然坠落 可以用动作blunch 本分中是坠落在冰冷的水中 最后一句话说 As there were not enough light bulbs for everybody 1,500 lives were lost 因为没有足够的竞生艇 给每一个人来搭乘 1,500人丧命 来自于lose one's life 失去了生命 那么没有足够的竞生艇 给每一个来搭乘 是不是也能用刚才的to-to结构吧 该怎么说呢 因为救生艇太少了 而不够每一个人来搭乘 乘船还是动作take 该怎么说 救生艇太少了 不够每一个人来搭乘 是不是就说 As there were too few light bulbs for everybody 谁搭乘呢 每个人搭乘 for还是引出to-do的逻辑主语 too few light bulbs for everybody to take 1,500 lives were lost 1500人丧命 著名的一次海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我们就学到这 课文中出现了大量的一些精彩的细节 还有一些重要的语法知识 以及一些重点的句型 值得大家模仿学习和借鉴 希望大家在听完课程之后 一定把知识点好好复习巩固 记住李老师说过 英语学习不是知识 而是技术 技术一个字 什么 熟 如果不熟的话老师就白飞进来 好 第十课泰坦尼克的沉默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